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选的时候求神带领每一个会友能够做出明知的决定 让神所预备的工人能够顺利地引进理事会 我们求神在疫情的新常态之下 让教会的事工不但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能够更激发我们传福音的心智 也求神带领华文崇拜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能够继续地进行每周的在线崇拜 每周的探访 每周的小组和献上主日学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主日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新生命 敬兴教会 华语献上崇拜 现在让我们预备心 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 诗篇第九篇 一至八节宣章我们 让我为大家读出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 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 至高者 我要歌颂你的名 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 他们一见你的面 就跌倒灭亡 因你已经为我伸冤 为我变屈 你坐在宝座上 按公义审判 你曾猜测外邦 你曾灭绝恶人 你曾涂抹他们的名 直到永永远远 仇敌到了尽头 他们被毁坏 直到永远 你拆毁他们的诚意 连他们的名号 都归于无有 为耶和华 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 他已经为审判 设把他的宝座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正直判断万民 感谢神的话语 现在让我们一起 同心为敬拜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降民 愿你的旨意 成就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 神啊 我们定义要在今天 竭力讨你的喜悦 在你所属 托我们的每件事上 遵行你的旨意 活出你的爱 荣耀见证你 求主继续使用我们 无论在世上的年日 有多少 我们都荣耀见证你 愿主耶拿我们 内心深处的敬拜 垂听我们发自 肺腑的祈求 在今天的主日崇拜中 继续对我们说话 将生命的道指示我们 将属天的平安和喜乐 赐给我们 愿以下的时光 交托在主的手中 祷告奉耶稣基督 完全得胜的名求 Amen 接下来 我把诗歌赞美的时间 交给秀萍姐妹来带领 秀萍姐妹早上好 主妹平安 感谢神我们能够一起来 敬拜赞美祂 主耶稣是我们坚固的磐石 祂是昨日今日 永不改变的神 我们要仰望祂 我们要来赞美祂 我们一起来唱 仰望神的人 祂是我们的一位赞美祂 我们要来赞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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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阳调剑 外聜调剑 主耶稣是我们的 beat 祂比拯救 同求你仍然 何以千里痛苦 敬虎凡事耶稣基督 昨人今日永不改变 敬虎凡事耶稣基督 投靠祂的人有福 投靠祂的人有福 是的 投靠神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祂比拯救那些相当不求的人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难题 都要相信 唯有耶稣 祂是全人的神 祂能使不可能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中国人与祂是全人的� technic 耶稣祢能 祢祖上圣人 耶稣祢有 全平去放 假如可能 也会可能 为有耶稣 账管天地往游 为有耶稣 等身随便择救 假如可能 只能一起 法兰所知 心神迹 耶稣 无人 与祢相避 耶稣祢能 此下眼看见 耶稣祢能 依族双心愿 耶稣祢有 全平去放 假如可能 也会可能 为有耶稣 账管天地往游 为有耶稣 等身随便择救 假如可能 只能一起 假如可能 只能一起 祢能 此之心神迹 耶稣 无人 与祢相避 耶稣 无人 与祢相避 假如可能 只能一起 祢能 此之心神迹 耶稣 无人 与祢相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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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能 与祢相避 祢能 故思 gotta be 祢相避 祢就行的 难裂 祢相避 祢地上ゴルesh 祢存也 出不ая 祢躲祢相避 祢之牢 祢相避 你一整眼看着你祷告 这欢喜是你说爱的 今晚祝主我会转向你 你是主 成人你是主 求你转移 欢迎你列入 你是主 你是救我们的祖 求你一支 求你怜悯 求你心情 从已久退去 我们不求 阿爸天空 你一支 恩的将领这里 你一支 恩的将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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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有 二支 恩的将领里 你一支 恩的将领里 这爱情是祢所爱的 敬难之中 我们会转向祢 祢是祖 成祢是祖 求祢在祢 画祢的怜悟 祢是祖 成祥我们的祖 求祢一次 求祢怜悲 求祢心情 早已久归去 我们不求啊 颠覆 祢救恩 已久归去 求祢一次 求祢怜悲 求祢心情 早已久归去 我们不求啊 颠覆 祢救恩 已降与祢 现在是家事分享时间 第一项 再次欢迎弟兄姐妹及目道的朋友 参与今天的崇拜聚会 祝愿大家蒙神祝福满满 身体健康 第二项 禁食与祷告 鼓励大家在每个星期三 午餐时间 一起与教会同步进行 新生命教会的禁食祷告 培养着恩典的习惯 第三项是中文部成人主日学 上课时间是每个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发简讯到 9295 3951 与扎盈兰弟兄报名 第四项是关于恩权小组 恩权小组在9月25日 星期五有聚会 时间是晚上6点至8点 地点是在扎益兰弟兄的家里 第五项是关于洗礼 如有弟兄姐妹希望在今年12月受洗 请向牧者报名 那么受洗的预备班呢 将会在10月至11月之间 具体的时间我们会另行通知 第六项是关于需要带导 弟兄姐妹若有需要带导的事项 可以与董明哈牧师来联系 他的联络号码是98172466 第七项是关于奉献 在贯转疫情期间 请使用银行转账方式做奉献 教会银行账户 号码是UEN198204057K 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讲题 今天的讲题是祈求 讲到经文曲子马太福音 第七章7至11节 让我为大家读出马太福音7章7至11节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抠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抠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 所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感谢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 蔡美玲传道来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 我把时间交给蔡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 开始的时候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见证 这是很久远的一个事件 有一个村庄有一个地主 他得罪了一个行邪术的人 那个行邪术的人就咒诅他的独生子 生病不得医治 结果他的孩子真的生病了 看了许多医生 试了许多的药方 都不得医治 很沮丧 怎么办 这个时候有人来告诉他 听说有一个基督徒 住在哪里哪里 当他为病人祷告的时候 生病的人就会好起来 这个地主一听 马上把他找过来 死马当活马医 试试也好 虽然他不信耶稣 但试试看吧 于是他们就把那个基督徒找来 那个基督徒来了 就为他的孩子祷告 四十天进食祷告 第四十天 很奇妙的 那个生病的孩子 完全康复 就完全康复起来 弟兄姐妹 我借着这个见证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肯定 我们所信的神 可靠不可靠 是不是 要借着 祷告灵验不灵验 来判断呢 今天我们要从耶稣的教导 来思想祈求的神学意义 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一节 祈求寻找 耶稣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寇门的就给他开门 请问这两句话 是不是说 有求必应呢 不管是什么事情 只要你一直求 一直求 一直求 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没有钱吗 求耶稣 没有健康吗 求耶稣 而你不听话吗 求耶稣 工作不顺利吗 求耶稣 总之就是有求必应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 那里也有一段 一模一样的教导 只是那里多了一个比喻 我们要借用路加的记载 帮助我们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 他讲到耶稣教导门徒有关于祷告的事情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就是 你们当中所有朋友半月去找他说 请你给我三个饼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里行来到我这里 我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 他去在里面回答 不要麻烦我 门已经关好了 孩子跟我在床上 我不能起来拿给你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即使不因为他是朋友而起来给他 也会因为他厚颜值求 而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 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表达什么呢 耶稣说有一个要借饼的人 他需要的是三个饼 然而这三个饼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招待朋友 那不清楚是不是他的朋友半夜才到他的家 以至于他不得已半夜去找别的朋友来帮助他 也有可能招待朋友是借口 实际上需要饼的是自己 无论真相是什么 在这个故事里面很有趣的 就是半夜 就那个时间不对啊 人家睡得正香的时候 你去敲门借饼 饼就是食物 那为了三个饼去骚扰别人 这个太不合理了 结果他的要求就被拒绝了 不方便 这个拒绝不是借口 是真实的一个情况 因为根据当代的房屋设计 小户人家啊 那他一进去 他那个房屋面积很小 一进去就吃喝拉撒睡的空间都在那里 没有隔间的 一家人睡在一起 就像我们今天的studio studio就进去 没有隔间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一家大小都睡了 要起来就要跨过一个一个一个 才走到门口去开门 非常不方便 所以哎呀不要麻烦我 可是因为那个人眼皮很厚 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不走 那不得已为了解决不被骚扰的问题 只好起来答应他 那耶稣借着这个很有趣的这个比喻呢 在指出人呢 在向别人求助的事情上 人与人之间就算不为了那个关系的情面 但也为了摆脱那个被打扰的这种行为呢 不得已就满足对方的要求 借着这样的一个的情况 来指出我们呢 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那样不好的一个人呢 都会满足人的要求 何况是神呢 那请注意 这个比喻呢 不是说有求必应 这个比喻呢 重点是在于被祈求的神 重点是祈求的神 不是祈求的人做了什么动作 换句话说 祷告 不是靠那个祷告的人做了这个那个那个那个 然后神看我们做了什么 来回应我们所祈求的事情 因为回应祈求的条件不在人的身上 是在于神自己 我举个例子 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我认识一个牧师 他是一个 大家心目中的好人 他是个好牧师 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基本上你有什么事情找他 他都会尽他最大的努力来回应 来帮助 有一天牧师接到一个电话 他说 牧师啊 我现在在哪里哪里哪里 告诉公路上 我的轮胎爆胎了 你可以来帮我吗 弟兄姐妹 你觉得合理吗 牧师不是修车员 你轮胎爆胎 你不懂的话 你不会打电话找修车厂的人来帮助你啊 你怎么去找牧师呢 你怎么去找牧师呢 好了就不说你找这个修车员吧 你伸手截听别人来帮助你可以吧 你怎么想到打电话找牧师呢 请问如果你是牧师 你去不去呢 他就要看被求的人 怎么看这个事情哦 结果 牧师去 去帮他换轮胎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几节经文 这几节经文 表面上看起来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有求必应 但实际上 却是祈求者 以被祈求者的关系 神与人的关系 人是祈求者 神是被祈求者 人是寻找者 神是被寻找者 神邀请人来寻找他 神等待人来祈求他 这个教导的关键不是求得到什么 这个教导的关键 你要相信你祈求的对象 是绝对信实可靠的 要相信所祈求的对象 是绝对信实可靠的 我曾经听有一个长者这样说 哎呀在新加坡是没有退休这回事 只要身体能做你就要做工 你停下来你就不能生存 我也听一个母亲这样说 我不想逼孩子读书 但是整个大环境这个样子 没有高等教育的学历 以后在社会怎么样生存 今年全世界都遭遇COVID-19 带来的各方威胁 经济上医疗上生活上 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而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可以逆转呢 不知道没有人可以掌控不可知的未来 然而从耶稣的教导给我们什么提醒跟鼓励呢 当我们祈求主的时候 关键不在于是否得到我们想要神成全的事 而是不论后果如何 我们是否全心相信我们所求的神是绝对信实可靠的呢 有关祈求的教导 原来重点是我们是否全然信任我们所求的神呢 我记得有首诗歌他是这样唱的 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但我知主掌管明天 耶稣教导我们有关于祈求的第一个神学意义 要全心信靠 神绝对全然可信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告诉我们 祈求就得着 寻找就寻见 所以后门就给你开门 整个重点不在你得到神 你找到神 你开了什么门 重点在于 那个被祈求的神是全然可信的 他是信实的 好我们继续看 在这段教导里面的第二段的经文 马太福音七章九到十一节 你们中间哪一个人 儿子向他药饼返给他石头 药鱼返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邪恶 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难道不更把好东西吃给他求他的人吗 那注意 这里也是一个比喻 耶稣用父亲和孩子的关系来比喻 祈求者和被祈求者的关系 就是神跟人的关系 在地上的父亲 孩子向他求鱼 父亲会给他蛇吗 孩子向他求鸡蛋 会给他蝎子吗 这是一种反讽的语气 孩子需要吃的 你父亲怎么会给他有杀伤力的蛇跟蝎子呢 也就是说 父亲是不会故意跟孩子唱反调的 那耶稣再次反讽地上的父亲 他说不好的人 尚且会把好东西 就是孩子需要的食物给儿女 对比天上的父亲 比人更好的神 其不把更好的东西 比这个地上的食物更好的东西 吃给他的儿女吗 那问题来了 这个好东西是什么呢 那我们又借助路加福音 相同的经文来看 相同的经文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 那里就写到 何况天父 那他说 岂不敢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 人要求食物 神却赐下圣灵 上帝要给人的比人给的更好 那更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圣灵 那这三句话呢 有一个对比 这对比是什么呢 应该说三个对比 关于这个被祈求者的身份 孩子跟父亲的关系 这一个地上的父亲 地上的孩子求地上的父亲 对比地上的孩子求天上的父亲 那天上的父亲比地上的父亲更好 第二个对比 祈求者跟被祈求者之间 地上的孩子跟地上的父亲 是属地的生命关系 而地上的孩子跟天上的父呢 是属天的生命关系 一个是短暂的 一个是永恒的生命关系 第三个对比 被祈求者给祈求者的是什么呢 地上的父亲给地上的好东西 是食物 而天上的父亲给地上的儿女是什么呢 比食物更好的是圣灵 请注意 圣灵在地上人找不到的 圣灵是什么 圣灵就是神 如果有人接受神所赐的圣灵 那就是接受神自己 人怎么接受圣灵呢 借着相信耶稣 凡相信耶稣 道成肉身 凡相信耶稣来到世上 为了拯救罪人而死 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从死里复活的人 那当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就是接受圣灵 就是有属神生命的人 当时的犹太人 犹太的宗教老师 完全无法接受耶稣来拯救罪人的信息 他们拒绝耶稣 他们也就是拒绝圣灵 可见耶稣教导门徒 不要像其他人那样 只是追求自己属地的需要 却拒绝了神自己 今天我们由此来思 我们经常在神的面前求什么 请注意我们所求的往往不是关系求的对还是求的错 我们所求的往往会反映那个轻重优先秩序 我们看中的是神 还是我们看中我们自己想要的好东西 我们看中我们所祈求的对象 还是看中我们祈求的对象给我们什么 我们想要的好东西呢 有一个孩子 他经常朝他的爸爸买玩具给他 给了一样又要另一样 给了一样又要另一样 朝朝朝朝朝 后来有一天 爸爸就问他 孩子 今天是最后一次 我给你两个选择 你要我呢 还是要我买玩具给你 那个年幼的孩子毫不犹豫的说 我要玩具我要玩具我要玩具 要爸爸干嘛 我要玩具我要玩具 爸爸说你想一想哦 你真想清楚哦 你选错了以后就没有玩具咯 最后一次我答应你哦 真想你选哪一样 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个年幼的孩子 你会选爸爸呢还是选爸爸买玩具给你呢 当然是选爸爸了是吧 有了爸爸你就可以继续买玩具 没爸爸 谁给你玩具啊 有关于祈求的第二个神学意义 神要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的 神把他自己给我们 神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我们是否看重神 胜过看重自己想要的呢 弟兄姐妹 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 七到十一节有关于 祈求寻找寇门的经文 如果我们再往前看 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讲什么呢 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讲到主导文 五到十三节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一个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救我们脱离凶儿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我们差不多每一个崇拜 大部分的教会都会有背上这个主导文 这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 先求什么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耶稣说 所以不要忧虑说 我们该吃什么 喝什么穿什么 这些都是教外人 所谓就是不信耶稣的人所祈求的 你们的天父 愿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 耶稣说这些 是因为当时有很多人跟随耶稣的人 他们经历了耶稣的医治 他们经历了耶稣 叫他们吃得饱的无饼而鱼的神迹 大家都深深的被耶稣吸引而跟随 但是耶稣却要叫他们 把眼光从地上的身体的需要 转向属天的事情上 从地上的国转向神的国 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正好和当时候的犹太人 特别是那些法利塞人经学家 所做的事情相反 这些人求什么呢 这些人求民族复兴 这些人在乎什么呢 他们在乎他们的犹太宗教的 这个的身份地位 是否被人尊崇 从这样的一个的背景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7章7到11节的求必得着 因此我们可以为耶稣的教导下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 人所要求的是满足自己 但是神要给人的是神自己 今天当我们开口祈求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是否相信 全然的相信我们所求的神是 绝对信实可靠的呢 第二我们在祈求当中 我们是否看中神自己 胜过我们所要的呢 神的国和神的义简单来讲 就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 居首位掌王犬 我们是否看中神在我们生命中 来主宰我们的人生 还是我们要神不断的听我们 满足我们所要的呢 去年我的母亲突然间生了一场大病 那场大病 使到她那一个的脑 一个小中风 那个中风不是影响她的身体行动 是影响她的那一个的 自情意的功能 情绪的功能 心理的功能 医生判断她是叫做 Organic Anxiety 是有机能性的焦虑症 就是不受控制 她这个焦虑症是在脑部那一边 因为中风就是那个stroke 引起的 那一段日子 我好痛苦 因为好好的正常一个人 忽然间有非理性的恐惧 不肯进入家里面 一直在说很多 要被别人 会被别人陷害的事 邻居要陷害我们 有印度人要进来 又幻想 她有幻听 有幻想 亚幻听幻想 晚上不能睡 那一段日子 我很辛苦 我看到妈妈这样 我心里很难过 我坐在客厅里面 妈妈坐在门口 不肯进来 我就在主的面前打高 我说主啊 我已经没辙了 给她要 她不吃 她不睡 一直恐惧 我没有办法 主啊救命 我是直接跟主耶稣说 主啊救命 主你要我学习什么 我愿你学习 我相信我所经历的一切事 是神你掌管的 我顺服你 我顺服你 我无能为力 但是主 我只知道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母亲的主 你是我一家人的主 我要信靠 当我祷告完 晚年忽然间下了一场很大的雨 突然间就下了一场很大的雨 雨水喷进了 妈妈不得已 因为雨水喷起来 碰到她了 她勉勉强强走进来 我马上把人锁着 锁了之后 突然 突然 有一个观念 想起 我就用所谓的 扮演的角色 Cosplay 我就说 妈妈 我肚子饿了 你煮饭给我吃吧 我不再去把焦点放在她 那些所说的内容上 我用另外一方面 就一个孩子 祈求妈妈照顾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 妈妈虽然那个时候 有情绪上反常 焦虑反常 但是 这并没有抹杀 她作为一个母亲的 那个的本性 因为她很爱我们 所以她跑去煮饭 然后我知道了 我就可以按照平时的 好像一个孩子 这样子 来跟妈妈对话 然后 渐渐的 妈妈吃药 渐渐的 妈妈 康复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那个事情上 我明白了一件事 不要把我的难处 看得比我所求告的神更大 我再说一次 不要把我的难处 看得比我所求的神更大 弟兄姐妹 你是否经历什么样的难处 我不知道 但 我们可以全心的相信神 让神在我们生命中 居守卫 全然相信 全然依靠 全然顺服 不要把我们所当心的 看得比我们的神更大 阿们 阿们 在清晨 在清晨 求你聆听我的祷告 再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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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 请替我呼救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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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过4 祢 祢 قد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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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光明 心处理日子归 在青春 祝你留天我的祷告 在夜晚 祝你净听我母书 祝你 祝你我一时奔向 来因你我再次将我智慧 祝你是我的定义子彩 祝你是我明白的心灵路 祝你是我心子阳光明 心求你的主意 求你是我心子阳光明 心求你的主意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 愿耶和华赐福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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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